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透过绘画锻炼手部运动 去年志工开始定期关怀 每个月安排不同团康 让长者们活络肢体 也拉近彼此距离 大人小孩在陪伴中表达爱与关怀 学习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相处 雪龙慈祭癌有护助会今年迈入第五年 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是连移 严明轩六岁时患上了急性血癌 母亲现场分享孩子抗癌心路历程 每月一次的聚会 癌友和家属彼此加油打气 小孩子六岁 你可以走过来 我们大人可以吗 可以 癌友护助会提供心灵成长 也分享医疗营养讯息 大家因病认识彼此学习 要为黑暗点一盏灯 照亮自己与他人 吉隆坡班单英达大幼儿园 五岁和六岁班的小朋友 在老师和爱心妈妈的陪同下 到公园清静大自然 感受大地之美 从中观察和认识周围的动植物 孩子拿起放大镜 探索大自然的奥妙 投入大自然怀抱 学习敬天爱地 舍拉阳缅甸难民宗教学校 去年11月开始 教难民孩子做印度煎饼 经过四个月的学习过程 校方举办了印度煎饼比赛 验收孩子的学习成果 而刺激志工 因为长期跟校方两好互动 也受邀担任评选 品尝孩子的手艺 哈欣校长是这次课程的导师 画面中可以看到 孩子将平时所学的 都派上用场 比赛名次是次要 重要的是孩子的学习态度 那名孩子掌握一技之长 将来可以自力更生 今天在节目现场当中 我们非常高兴请到了 参与印度煎饼的两位师兄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首先我们欢迎我们的文杰师兄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韩淳师兄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文杰师兄是这次担任 印度煎饼的评审之一 在过去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这次是第一次 那您是用什么样的一个 评审作为考量跟标准呢 其实当天我记得 我到了现场学校之后 并没有一个很好的系统 让我们去评分的 比如说他会给一个表格 然后表格上面有一些名单 这样我就忽然间想到一个方式 就是我就先给全部的参与者满分 之后呢什么样的情况会扣分 和什么样的情况会加分呢 那么因为这个烹饪卫生是第一的嘛 这样如果我发现有一些参与者 他们的手指上还有带戒指的 手链的 或者那个长袖没有稍微折起来的话呢 这样这些部分我就会扣分 这样什么样的部分会加分呢 就是他们的速度会比较快的 比较专心的 这样子的部分我就会加分 就是用心还有卫生 是这一次比赛的关键 那在这一次比赛当中 和顺势担任这个记者的这个角色 你可以为我们分享一下 他们四位当中有一个是最年轻的12岁 对对对 就是那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是12岁 就是一开始一眼望过去 所有的参赛者看起来都是青少年的阶段 然后在因为他拿奖 我就必须去访问他的得奖心得 结果他在跟我说 他是12岁的时候非常惊讶 哇一个12岁 而且还是评审当中 那分数是蛮高的 过后在采访的时候 其实实际上有在问到他 其实大部分的女性的学生 他们都有一个心愿就想说 他们并不是想说学来 要为自己谋生的为一个主要的一个途径 他们最主要的想法是想说 如果可以的话 他可以帮哈欣校长做一个传承的动作 在传承这个技职教育的这个过程 教大家怎么去做这个印度煎饼 比赛过程当中我们有发现到 四位的得奖者也有发生他们的成绩部分 也有一些小插曲 汉顺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对对 因为那时候我们评审 当然有四位评审嘛 然后三位评审其实上都一直认同 有三位得奖者的分数是一样的 都是都是OK的 就是可以可以入围的 然后其中一位其实大家就比较 讨论比较热烈 因为大家的成绩都不相伏重 这样子 然后那一位学生呢 到最后是哈欣校长也是其中一个评审 然后就把他纳为入围的一个得奖者的名单 然后这个学生实际上其他的评审 可能一开始都认为 这个学生可能在卫生的条件上 没有那么的理想 然后过后呢 可是为什么哈欣校长 他是依然把他纳入为这个得奖者的名单 我们过后有去再次思考 谢谢法人师会讲说 可能就是我们不同种族 或者不同文化对卫生的定义 可能会有点不一样 所以可能对他们来说这是OK的 对我们来说可能我们比较洁癖还是这样子 所以觉得不太OK 那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 我们要对各种文化的学习跟包容 那另外一点是 因为这些学生跟哈欣校长的接触是非常紧密的 比我们评审 就是评审们之间还要紧密的 所以他非常了解这些学生 可能哈欣校长看到这位学生是需要受到鼓励的 然后某种程度上他的整个状况也是不错 还是可以得奖的 那哈欣校长就让他做一个就是入围为得奖 那也是一个鼓励啦 其实这一次的比赛 输赢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看到哈欣校长在举办这一次的这个验收成果当中他的用心 他是希望借此来除了验收孩子们的这个学习成果之外 也可以给这些需要鼓励的孩子也有一份肯定 在这个部分 文杰师兄也了解到哈欣校长的那份用心 他其实曾经有看过就是他的学生 去到社会之后 就没有一个谋生的技巧 有一些会去吸毒 无所事事 没有那个谋生的那个能力 有一些呢 女生的话出嫁之后有面对家暴的问题 身为女生他们要怎么办呢 如果他们没有那个生活的技巧的话 所以我觉得哈欣校长他传授这些生活的技巧给他的学生 是很好的很有智慧的一个做法 正前上面也说过 所谓的宗教就是其实宗是什么 人生的宗旨 教是生活的教育 所以宗教其实离不开生活的教育 也离不开我们的生活 那其实哈欣校长在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呢 也录了一段VCR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他语众心长的丁宁孩子们 就是毕业之后 必须要靠正当的职业来谋生 我们来看一下这段VCR 从刚才画面中所看到哈欣校长的这段谈话当中 可以看到哈欣校长在半学校的教育过程当中的那一份用心 这份用心哈欣校长也在这个采访过程当中也感受到了 对对对对 其实这一段真的是非常感人的就是可以录到 其实还有另外一段其实我们有录到 很多人比方说可能为这些学校做筹款啊 或者是为一些慈善组织去做义卖做筹款也好 就是可以当做就是取之这个社会 然后回馈回这个社会 让自己的这一个能力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今天也非常高兴 两位师兄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和我们分享 在这个印度煎饼比赛当中的这些感人的这些故事 同时呢也感恩您收看 我是赵峰 慈禁每下一周 为您再见真情 我们再会